嗨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事 今天我来说说关于移民的话题 说到移民我们都知道 就是像人往高处走 水往地出流一样 大家可能移民就是想换一个对你来说 或者是对你的家庭来说一个更好的环境 为了你的家庭 或者是为了你的子女 好了 那么作为移民 我首先奉劝大家 一定要去你 对你去移民那个目的地的国家和地区 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不仅对他的政治生态 经济 文化等等各方面都要有一定了解 然后你才决定移民 移民之前 我认为你首先要去那个地方 至少去旅游一遍 或者是住一段时间 我们撇开政治不说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媒体 报到国外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偏向性 就是我们选择说人家好的方面比较多 然后不好的方面相当于说着逼比较少一点 我觉得这是跟国外的媒体宣传完全不一样 他们媒体宣传我们中国反而是负面的比较多 正面的比较少 说到德国我们正常人的总是会想 德国是一个工业相对高度发达的国家 是一个真正有条 然后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 德国非常严谨工业高度发达 还有医疗免费 教育免费 好像什么都非常完美一样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最好大家多在网上做个功课 问问我们的熟人 然后最好是多来几次 在移民之前多来德国几次 不管是旅游或是小住一段时间 然后对这个国家至少有一些一定的了解 不是说你从中 然后看到人家移民 你也想移民了 这样我觉得不太好 那么今天我就想对大家说说 什么样的人适合移民来德国 你来德国首先你要认同它的价值观 你就跟它的政治生态你要认同 然后它的文化至少你要能够接收 否则你过来之后可能思想上会非常的痛苦 第二就是那些非常注重政治的人 就是在觉得在国内那种政治生态 不能够生活 向往所谓的民主自由的人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来德国 因为这里应该你可以能够说 你自己想说的事情 做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你可以申请比如说游行示威 你都可以 这一点我觉得你只要是向往 他们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这里才是不错的 像刘晓波的太太刘霞 现在应该是前年怎么样来到德国 来到德国之后 这德国媒体对他几乎就没有报道 现在根本就没有报道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德国过得快不快乐 第三种就是你能享受孤独 比较内向 然后喜欢过简单生活方式的 比较适合于来德国 比如说下班之后回家跟老婆孩子热糠头在一起 弄弄花 几点草 中荣菜 这种我觉得比较适合来德国 因为德国很少有卡拉OK 也不会下班之后呼朋唤友的一起去外面去 happy一下 一般来说就是平时下班之后就马上回家 或者是参加各种各种各人的兴趣的俱乐部 这样可能这种简单生活方式比较适合于你 第四就是动手能力强的 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动手了 比如说装家具 刷墙 装修 都可以 当然大款除外你花钱搞定的 那就适合于你 大款的或者是自己动手能力强的 因为在德国人工费非常贵 第五种就是不想赚大钱 就是想过小日子的人 心态非常平和 那么这种人就比较适合于来德国 第六种就是德语非常好的人 没有语言障碍 然后来德国之后你可以很快的融入德国的社会 然后在这里可能找到一个 比如说在中餐馆打工的工作你也能够接受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也适合于来德国 第七种就是本来就是在中国是属于社会底层的 一个是文化层次比较低 或者工作不是特别好 然后收入也不是比较高 不是国内一线二线的人 也就是国内可能农村 或是18线的县城的人 这种人可能还是相对来说适合于来德国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工作 然后你在国内就两三千块钱 你来德国之后稍微打打工 可能你能够赚到人民币一个月七八千 或者是上万 那么你就幸福感就爆棚 这个情况下你比较适合于来德国 第七点就下面一点 与刚才一点也有一定的关联 就是你的家庭条件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家庭条件不好 那么可能你的收入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或者是你的教育水平也相对低 那么这种人肯定适合于来德国 因为过来之后可能各方面 比国内来说有一个提升 对你来说是往高处的 第八点就是你有大病 或是有慢性病的人比较适合于来德国 为什么我说这一点 因为德国的医疗就是你每个人 每个在德国合法居留的人都得有医疗保险 就是强制性的医疗保险 那么交了保险之后 你所有生所有的病 不管是什么患性患性 什么器官还是做什么手术 都不用另外花钱了 那么医疗后顾之忧就没有 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这种慢性病 或者是大的病 这样的人只要你有能力移民来德国 我觉得是值得来的 第九种是脸皮厚的人 我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说你能拉下脸 能够吃德国福利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以来德国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德国这种所谓的福利稍微比较好的制度 是适合于养养懒人的 甚至在德国是有几代人从来没有工作过的 也有 比如说他的父母那带吃福利 然后他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长大 然后他的住房都是政府提供 然后每个月还发给多少多少欧元的生活费 买食品买电脑或是买手机上网 这些都是可以政府买单的 也就是我们纳税人买单 那么只要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饿不死 但是也不能够经常出去旅游的这种生活 几乎没有什么积蓄的 那么你能够进入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你可以 移民来德国 而且我听说这些所谓吃福利的人 他们可以打黑打黑工 也就是一边拿福利 一边去偷偷的出去打黑工 像现在有些有个什么教的人 他们就是他们的任务就是生孩子 移民过来之后 妇女就生入机器 生育五六个 然后什么都是政府给他们买单 儿童金一个月可能有一两千欧元 然后还有房屋的补助 还有食品补助 那么他们生活可能比普通的 德国底层的打工可能要更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能够来德国 我觉得可以来 下面一种应该是第十种了 就是内心能够特别强大 能够忍受各种偏见的人可以来德国 因为德国相对来说是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 可以这样说 他们已经有一二百年领先我们中国了 所以他们普通的德国人有一种非常高傲 高高在上的思想 可能他们没有表露出来 但是他的内心大部分人是这样想的 他跟你说话 或是有的时候跟你交往的时候 他们有意无意 可能会把这种高傲表现出来 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忍受就好 还有另外一种 你能够接受落差的 比如说你在国内是部门领导 或者是后面一大堆开马屁的人 但是来这里之后你屁都不是 你原来可能是国内是公司的领导 是CEO 过来之后你什么都不是 可能连工作找不到 因为你国内任何的关系在这里 那是零 是屁 你来这里能够放证自己的位置 能够接受自己的位置 那么你适合于来德国 否则你过来之后 绝对心里有非常大的落差 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你 没有人捧你 也没有人派你的马屁 OK 最后一种人就是你财务完全自由 有足够的钱过来 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换一个生活环境 过来之后 你完全靠你原来自己的钱 能够在这里过完衣食无忍的一生 比如说你在这里买一套 或者是买一栋房子 然后每天吃你的利息 那么这种人 他当然也是适合移民德国的 在此我想提醒大家 移民德国之后 如果你想赚德国人的钱 非常快难 非常非常快难 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独生子女 那么你今后父母的养老问题怎么办 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德国并不是移民国家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 并不能够随着你今后来德国养老 跟美国 加拿大 或者是澳大利亚 他们那些移民国家不一样 所以你作为独生子女 你目前一定要想好你今后父母老了之后 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这样你今后就不会那么被动了 这一点可能有些人真的没想到 德国真的并不适合于来养老 因为你的父母拿不到签证 如果来只能是每次 以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来德国 而且他们在这里不能享受这里的医疗保险 这里也没有他们的养老保险 也就是说他们来的时候 只能是购买外国人来德国的 短期医疗保险 那么他们如果是有什么病 可能很多病是不能够保的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弄清楚 来德国 或者是你今后的去留 你作为独生子女 一定要考量你的父母 养老的这个问题考量进去 好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反正订阅我的频道也是免费的 那么请你动动你的小手 点击一下 右边还有一个小铃铛 也点击一下咯 如果我上传了新视频之后 你就马上可以知道了 OK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